随着现如今人们生活水平能逐渐提高 越来越多人已经拥有私家车 与此同时洗车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刚开始新起还是由于挺多车主 愿意每次都把自己的车子拿到店里去洗的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更倾向于自己动手洗车 为何都不愿意去洗车店了 我们一起来看了吗 实际上买一辆车养起来还是需要不少的开支的 而洗一次车就需要50到100元 相对于在店子里洗车 自己动手洗车确实能省下不少钱 车子只要买个水箱就可以了 成本也不高 并且车主洗车可能要更加仔细一些 毕竟是自己的爱车嘛 除了省钱车主们自己洗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店里洗车有可能会损伤到自己的爱车 因为为了节省成本 他们的清洁精一般都是洗液精或者是洗衣粉 经常使用这些清洁洗车的话 会损伤车子的漆面 时间久了车子漆面也会失去光泽 有时店员不注意也会在洗车的过程中 随时车子表面出现发痕 仔细的车主一般都能够发现 自己取舍能够更好的把关 你会上车 还有就是不同店铺标准的过程 便宜的店子往往不过洗得太仔细 甚至还能洗得不太干净 例年价格在那里 如果在车子开走之后 发现车子不该念情报 可能四季的几门自然倒霉了 而另一方面 价格贵店虽然质人质物倒霉 但是价格外面上不起啊 一个月洗几次车都够一向流强了 除非是土豪 回购一般人还征服不然不齐 至于司机们来说 洗车追求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如果花了百十个人 却不能得到满一个效果 想必谁也不愿意去洗车吧 如果司机们是有护士时间和经历的话 肯定首选的还是自己洗车 花水滴又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